身穿白色上衣男子 上前跟机车骑士攀谈 没多久骑士从钱包掏出一些零钱 不过男子不死心 看到经过的骑士又用同一个方式照样得手 他都是在隔壁小笼包的前面 对 他都会跟他们隔壁的客人要钱 有点说我们店里可能的食物有问题 然后有点是变相跟我们就是勒索 主动证这名男子是被当地居民认证的头痛人物 刚开始要吃的后来改要钱 胃口越来越大 最后不拿零钱指定要百元钞 民众有看他在角落里面数钱 皮包打开来也是两三万的现金 前早上八点 我也看过他在角落数钱 的确在皮夹的现金是蛮多的量 被多人质疾他钱包打开 里面塞满上万元台币 被当地民众称作富翁行器 冲到足够的钱还会去邮局换新钞 顺便吹冷气睡觉 社会处补助很简单 要身份的输入 如果你有家产的话 你在某种额度下 社会局势不会给你补 不会给你审查中低收入 因为还有房子 主动证这名男子未婚无子女 母亲住院 但他跟哥哥都有房产 生活无虞 长期没有工作 都向人逃早餐跟金钱过活 多次向人乞讨 行为怪异但没有违法 里长无奈管不了 只能请居民收起爱心 睁大眼睛 三立新闻 赵和义曲绕云 新竹采访